大家好,今天我来做一个关于男性夫妻关系的一个案例分析 因为前几期讲过女性夫妻关系的一个案例 今天来想做一个对比吧,这样大家感觉可能更明显 这个案例也是我从前看过的一位命组提供的 有一些反馈的情况,所以可以得到一些验证 现在我们来开始详细的来讲一下 为了客户隐私,就把姓名给隐去了 性别,阳历生日,阴历生日,年龄属相,这些都简单 这边是年名纳因,是年柱下面的纳因 这边是本命局的排盘 首先能量分析 这边大家应该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日元是耿金,得一个月令的友金 得令,地支还有这么多劫财,肯定是得地的 天干还有这么一个心经吗,为得势吗 能量肯定是身强无疑的 本命局,本器是没有木的 本器是没有木这个能量的 男性对应的木就是 他日元为经嘛,对应木就是他的财财嘛 所以说财财也是男人的女人缘分 所以说女人缘分是薄的 性命分析,五行的分析 他性命是三个字的 活,活,水 因为能量为深强嘛 喜客泄好 本命局中是缺木的 他的性已经为火了 所以如果他想起疫名 就建议在疫名中增加木的能量 能形成能量的流通 有利于整体的运势 主要是增加男性的财运和女人缘分吧 成古算命 给大家仔细看一眼 性格 性格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月注中的劫财 透出在天干 虽然说劫财不入八大正格吧 但是也可以讲一些劫财代表的一些特征嘛 劫财代表的主要这几个特征 可以大致讲一下 见面熟 情商高 会说话 会吹牛 难命劫财多 多克妻 因为男人的妻子为财财嘛 劫财克财财嘛 天干 天干 他这边 天干透出的官杀是比较强旺的 除了日元 劫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除了日元 官杀是比较强旺的 那就是官杀的几点主要特征 我也简单的写了一下 就不详细一一读了 地支这方面 地支这方面除了劫财 刚才也讲了 偏硬也是比较强旺的 这边有两个偏硬嘛 偏硬也有这几点主要的特征 敏感 孤独 不开心 犹豫 喜欢独处 有观察力 分析力 感受力 理解能力强 等等 时尚中 他是没有正财 正硬 笔尖 相关的 所以说这几点 有几个对应的缺陷吧 这几点缺陷 也大致写了 也写了一下 这些大家可以自己详细去看 就不一一的分析了 我想 这个案例主要也是 说一下的 夫妻关系吧 其他的就简单的 代一下 家庭篇的分析 家庭篇 我们首先看他的年柱 年柱这边是个劫财 在我们的课程中 讲得很明白 年柱为劫财 为祭 主要是表示 主业好善 无财产 留给后人 家庭不好 早年贫困 但是我们看他母亲 这个公位为害 为一个食神 为一个偏财 对他都是为喜用的 所以说母亲相对他父亲 这个劫财的公位来想 母亲的公位要是比较好一点 条件较好 有享福之民 与民主的关系也不错 有一定的帮助 主要看他的配偶 本命局中 他是没有财财的 难命财财为夫妻 所以说夫妻缘薄 因为本命局没有女人缘 夫妻缘分本来就是比较薄的 再看他的夫妻宫 夫妻宫是一个土 土来生金 他本来已经是生墙了 所以说夫妻宫也是为继兄的 夫妻宫里面还有一个中期的一个结财 也是客财之相 所以说夫妻宫有中期结财 也是不利于夫妻关系的 有离婚或者分居之相 石柱 石柱也有一个中期的结财 石柱也代表晚年 可能收入不是太好 也有可能会有离婚之相 这代表他的晚年 这工位是代表他的晚年 晚年结财 结了他的财 也可以说磕了他的配偶 财运篇 财运其实和男性的女人缘分 这个大致原理相同 本命局势深强的 有石神 有一个偏财 但是我是这么写的 在这个石神和偏财 均是在年柱 石令不佳 我写了一个石令不佳 因为在这个工位 代表是他大概18、9岁的样子 18、9岁的样子能发多少财呢 他只有在这个工位 有个石神和偏财 在月注、日注、时注均没有 所以说本命局是没有财财的本器的 所以说财运不佳 得财不易 所以建议他把握在有大运流年 有财财的时段 才有发财的机会 身体篇 本命局金能量是比较旺的 没有木的能量 那就有这几点对应的缺陷 还有我们看这两个柱 这边偏硬是比较旺的 这边还落了一个七沙 所以说对应这个工位的身体部分 下腹部、腿部、脚部 经常会经络淤堵与疼痛 就是这几个工位代表的身体部分 子女篇 因为他身强 观沙为喜用 男性观沙为 儿子与女儿 所以观沙为喜用 与子女的关系还不错 据反馈 他目前只有一个儿子 观沙 子女工 落了一个七沙 落了一个偏硬 这里大致讲一下子女的意向 不详细一一说了 建议的行业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因为他本命局没有财财嘛 当然强烈建议他从事与木相关的一些行业 这些相关的行业 他目前是一个公务员 所以说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好的 贵人篇 贵人 我们看一个年柱 看一个日柱 兴与庚 耿兴缝马虎 马为武 虎为银 其中地支对应有个银害会相破 会影响到他的母亲 所以那排除外 只有马可以用 建议与数码或地支多代物的人 多接触共事 得到贵人帮助 喜忌篇 深墙 寄生服 喜客戏好 所以他的喜用方式 这几个 喜用色是这几个 深墙嘛 不适合与同辈的这些人合作 适合于这几个意向的部门和人合作 也就不详细讲了 和前几节我做的课程 基本上这些原理是一样的 针对性的一篇分析 我觉得这里就是这么写了 首先我们看他本命局 他做了一个虚 虚是什么呢 虚是他的火库 火库 火是他的官杀 所以说自作一个官杀库 还有虚也是一个土库 火土同工嘛 土是什么 土是他的硬 所以他也是他的硬销库 所以这位是制作一个官杀库 也制作了一个硬销库 因为他的官杀和硬销能量 都还算可以的 所以有利于仕途 求官升职等等 因为硬也代表了掌权嘛 有贵人帮助嘛 特别是在仕途中 有贵人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据反馈 他目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公务员 一个官员吧 反馈过来 他好像也是这样 就是说他这么多年来 除了在仕途上求官以外 对别的事兴趣好像都不大 也不太讲究什么吃喝玩乐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在一起怎么样 对夫妻家庭生活也不是太在意 就一门心事求官求职 目前是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副局长吧 应该混得还算不错 再往下面一条分析 今年为新丑年吗 2021为新丑 丑是金库 金是他的笔节库 金他绝对是不弱的 所以说今年是为他的笔节库 我们再来看他的空王对应的一个信息 日柱空王下面对一个银某空王 银某对应的就是木嘛 因为他本命局中是没有木的 也是没有财财的 所以说是财财空王 难命财财空王 代表妻子缘分薄 容易破财 不惧财 再来着重看一下他问的一个问题的分析 我们算一下他的福奇功的分数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目前处在一个这个大运 人成大运 这里很明显有个程序重 对福奇功有个明显的一个重 这里至少在这个大运中会减掉70分 福奇功有一个中期的劫财 会减掉12分 月令也是一个劫财 也会减掉20分 石枝也有一个中期的劫财 也会减掉10分 所以说在这边 他这个福奇功受伤是很严重的 去年是2020年 是一个耿子年 对他是一个笔 今年是一个辛丑年 对他是一个劫 耿子年为笔尖 今天是劫财 对男性来说 都是为孙哉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在我们课程中都有讲 各位师兄如果有不太清楚的 可以去翻一下我们的笔记 还有这边他本命局中 这边还有一个有虚相害 这个有可以代表他的母亲吗 所以说这个虚代表他的老婆 就是容易发生一些婆媳矛盾 主要是这么一些分析 因为他来找我 也是主要是说 这位确实在仕途上混得还不错 但是结婚也很多年了 夫妻关系一直就不好 一直在不断的吵吵闹闹闹 吵吵闹闹的 有几年还闹得挺凶的 反正感觉从结婚以来 一直夫妻关系就不那么和睦吧 去年是2020年 那时候也是来找我看过的 去年有一段时间也闹得挺凶 具体几月份忘了 那时候来找我 也是给他起了个六摇挂 那时候看了一下 那个关心是话破话绝 反正情况也是比较凶险吧 当时我对他说 离婚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能有七到八成的离婚把握 离婚可能性吧 但是最终没有离成 但是据他这个夫妻公 这么我们来分析过来 他这个婚姻夫妻关系 确实是比较差 真的不怎么样 下面来看一下 今年的流月分析 流月分析与前几次案例 基本上分析原理一样 这边我就简单的过一下吧 第一个月 耿赢月 耿赢月一个比一个财 有可能朋友一起在求财 但是深墙 比对他是为继的 就是比为继的几点特征 这边地支有一个淫害 相破会影响到他母亲 二月份一个新谋 新谋嘛 一个结 一个财 结旺 本来他结财旧旺了 有明显的破财之项 财 这是他的正财 有可能是财来财去一场空 结财旺 也是影响夫妻关系的 第一支 这边还有一个某续会合伙 合出来是他的官杀 官杀身强是官杀为喜的 就这几点官杀为喜用的一些特征 第一支 还有一个某友会相冲 会影响到他母亲或朋友兄弟 某为他的桃花 就是这个月 命祖有可能较多的 接触异性的机会 三月份一个仁臣 仁臣这边刚好 我们看与他的大运是浮营的 与大运浮营 还有萧审夺食 这个应该也是比较严重的 萧审夺食 心情抑郁 福气被夺 天干 丙任冲 丙任冲会影响到他儿子 地支 有一个成有合金 一个成有 天干 有今年的天干心经来引化 成有合金 金会过旺 因为他本命局本来金已经比较旺了 在合处以 一大部分的金能量 金过旺 会影响到身体的系统 劫财旺 也会溢破财 影响福气关系 地支 还有一个成虚冲 也是冲到他这个工位 冲到他的福气工 影响福气关系 但是会冲开本命局的官杀库 因为我们这边 上面已经讲了 他自做一个库 还带了一个流年库 今年带了两个库 冲开官杀库 官杀与应销库 也会破开流年的笔节库 三月份会发生这两条 四月份 一个鬼市 鬼市 鬼是他的三官 是一个七杀 生强为喜用 这几点特征 天干 一个丁鬼冲 会影响到父亲或兄弟朋友 地支 还有一个四油丑合金 四油丑 金来引化 四油丑合金 也是经过旺 和上面这几点一样 地支 还有一个四害会冲 冲到他的母亲 五月份 甲五月 甲五一个财 一个官 财 有偏财进账 有工作进账 因为都为他的喜用 天干 甲梗冲 甲梗冲 会冲到他自己 地支 还有一个丑五会害 丑五害 开流年笔节库 丑是他的流年笔节库 六月份 六月份 一个乙卫月 一个正财 一个硬 正财 正财入账 为他的喜用 硬 生墙 硬为济凶 硬为济凶 几点 负面的特征 可能会表现出来 我大概写了这几点 天干 还有一个 乙心冲 乙心冲 会冲到这个公位 影响到他父亲 地支这边 这个月还有比较严重的一个丑未虚三行 丑未虚三行 也是行到他的夫妻功 严重的影响夫妻关系 还会有一个关本命局的官杀库 因为我们看上个月这里 会开本命局的官杀库 这再来一下子 就会把本命局的官杀库把它给关了 然后流年的笔节库 这边会冲开 7月份 是一个丙生 丙生 身强杀喜 为喜用的特征 下面是一个笔 有朋友来相聚 身强笔肩为济凶 可能有固执 刚愎自用 等等几点负面的特征 天干 一个丙心和水 丙心和水 丙和心 刚好 地支这边有个 亥水来引化 丙心和水 和出是食伤之力 可能与这边的朋友一起 吃吃喝喝比较多吧 这两点可以对应的起来 地支 还有一个 身有须三会经 身有须三会西方经 三会的力量非常大 也是经过旺 等等上面的几点特征一样 地支还有一个生害会相害 也是害到这个公威 对母亲有点影响 身为她的一马 这个月也是较多的出差走动 八月份 八月份一个丁有月 一个官 一个节 官 工作上有 进展节 破财之下 这边有一个情况 有 有可能 这个有有会发生 自行 但是也有一个 曾有会合经 到底是合 还是自行 但是我认为这里可能会发生合 因为我们都讲 合化能解 行冲 迫害 但是无论合 还是自行 都是 经的能量 大大增强 和上面的分析 经 旺的时候分析是一样的 这边我认为可能还是发生合的 可能性更大 八月份 这边还有一个有序害 会触发到这一点 也是害到他的夫妻工 再来一下子 打开本命局的官杀库 因为这边 我们看这边有一条是关闭了 再来一下子 就会打开本命局 官杀与印销库 对应的一些事情 九月份一个销 上下销望为季 印销为季 这几点负面的特征 夫妻工能量加强了 虽然这个对应的是夫妻工这个字 夫妻工能量加强了 但是夫妻工对他视为继凶的 还有对应一个 有虚相害 可能婆媳吵架比较明显 这一条我觉得也是能对应的起来 就是前面这一句和后面这句 也能对应的起来 这两条 十月份一个释害 一个印 一个石 身强硬为季凶 几点负面特征 食伤为喜 赐贺之势 因为有个害害之势 这边一个害 这边一个害 有大运的天干来引化 害害自行 增加食伤之力 有吃喝之势 可能比较多 十月份吃喝之势也是比较多 十一月份一个庚子 庚子是一个笔 一个伤 身强笔尖为季凶 几点负面特征 身强三冠为喜用 几点特征 地支害子丑三会水 害子丑 这边一个害 这边一个子 一个丑 也是流年天干来引化 害子丑三会水 也是食伤之力 这个月吃喝之势 也还是不少 地支 还有个只有会相破 会影响到夫妻 影响到母亲或朋友兄弟 十二月份一个薪丑 一个结 一个硬 结财旺 结财旺会破财 也是影响夫妻关系 硬旺 硬为继凶 也是硬旺的几点 负面特征 把它打字写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今年的流年分析 我们还是着重来回顾一下 他来问的这个事 就是说夫妻关系 这几年 嘲嘲闹到一直不好 其实我们各位师兄 都能明显地看得出来 因为他本命局 本来就是没有财的 夫妻缘分 本来就是薄的 再加上夫妻公的 这几点着重的分析 他夫妻关系不好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这就可以和我上次讲的那位 已婚女性 夫妻关系 嘲嘲闹闹 不好 可以做一个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 上次我记得讲的是这篇 这篇 上次我也是这么分析的 因为这位是原女 他本命局就是没有官杀的 本命局没有官杀 男性本命局没有财财 再看他的夫妻 夫妻关系的一些着重分析 没有受到明显的行冲迫害 但是他也是有几点扣分 他也是大运流年见食伤 也是为女命的婚灾 这边我们看这位男性 也是流年见笔节 也是为婚灾 上次这位女命 还有一个夫妻公 一个暗和 为一个明显的配偶 外遇的一个特征 这边也有一个明显的 婆媳吵闹的一个特征 所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这夫妻关系不好 确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八字流年分析 本命局分析中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 据他的反馈确实也是这样 就说这位男性命组吧 这么多年来一直好像只是为了自己仕途上的发展 仕途上也有贵人的帮忙 这些和这一条是能对得住的 对夫妻关系一直是比较淡薄 有时候怀疑女方外面有人 或者女方在外面做了什么事 经常会和老婆吵 反正这几年一直陆陆续续都有吵 通过这个分析 我怀疑他去年找我来看过去年吵得很厉害 我估计今年 今年还是会吵得很厉害 因为去年还是一个比肩 今年是个劫财 今年天干是个劫财 估计今年比去年吵得还会是厉害 今年这几个留月分析 我们看到有好几个月 它都是比较明显的 有影响到夫妻关系的一些特征 这就是我详细的一个分析 希望通过一个女命和男命的夫妻关系的一个对比 给各位有一点比较深刻的一些印象 希望我抛砖引玉 给大家一点提点和帮助 但是我在这边分析中 肯定也是有不足与错误之处 希望师兄来对我进行指点 十分的感谢 今天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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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